你知道那个无吗 那个无是骗照一切有 你能够照一切有处 我才说你根本不多意有 因为不多意有你才能骗照与有 骗照与有的根本不多意有 那就是无 你要是真的是有 有不知道有 谁能够知道是有 那不是有的才知道是有 不是有的知道是有 就在知道有当下 那不就是无处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一些行者 你把老师抓的念头的有嘛 你也不必一心想要避开念头的有嘛 抓的念头的有 就让你去明白 能明白有的从来根本不是有嘛 你要避开那个有 你避开那个有 你就永远找不到那个根本能有的根本 信无啊 那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上面 能够如是的圆融 不断的体会呢 深刻体会 因为那就是绝招 那就是万法维心 那就是一个绝字 那就是一个佛字 你才能够在这个上面 不断的体会贯通 你能够在自家心头之中 念念对如是的决心 赤神恳切 念念对如是自己的根本佛性 念念之间 老实顶带 你才是真的叫做 大念佛人 你才是真的叫做报诸佛恩人 你才是叫做一时 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人 随你现在的修行 在今生之中的每一个念心之中 纵然没有成就 但你每一个念头上面都叫做历劫 在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经文之中才讲 过去行者一位生生时世 都懂得 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故今生得什么什么样的智慧 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开始 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我们根本碰不到佛 我们生时世尊世家都已经啊 涅槃了 根本不逢佛世啊 佛在世时 那就是那我完蛋了 我根本不要说能报十方三世一切佛了 能供养一切佛了 供养诸佛 连世尊都看不到 你要是有这种念头啊 那就是根本凡夫 着相 就着相的这种念头 纵然心中有惭愧忏悔 那将来还叫做什么 还叫做愚痴 那是告诉一个最初开始 不懂得心境的人 虽然有这一面心中的惭愧忏悔 他因为有这一面的惭愧忏悔啊 他才能够去深刻体会 怎么样真正如实供养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前面不懂 让你兴起惭愧忏悔 正当的政治正见的惭愧忏悔 他一定会让你在内心之中找到今生 你纵然不生在佛事 佛出事时 你都知道当下用什么方法 你就一定在心里面也能够如法 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你能够用得到如是心 那你深深事实在如是心中开始的行持 那叫做深深事实 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怎么供养诸佛 觉得任何念中 你还抓着念在说念吗 你要在任何的感受 现前处起心动念处 你就知道他就是诀 你供养的是诀 你供养的是佛 你不是沉沦于念 你在以前念头上面 你都明白供养他的根本佛性 根本的诀体 那就是法华经讲的为一切众生 受祭做佛 你要是念念之间有如是的担当 受祭 你明白那个受祭 你是真明白什么叫法华的人 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成佛的法门 你不必等到世尊来为你受祭 你是因为明白如是佛性固 所以你就能够在一切法中明白 在佛性上的受祭 我刚刚讲说你不必等世尊为你受祭 也不必等世尊为一切众生受祭 那也不是说告诉你 那我就可以自己帮一切众生受祭 这些都是众生 过去我们烦情的业感 痴响 为什么是持讲 因为我根本不是躲在我中 我说的不必佛 也不是真抓的有一个我 我是明白绝我的那个绝都是绝 我根本不躲在我中说我 于是乎我在我字上面都受 如是我字都知道是绝 叫做受祭 所以那个受祭是在哪里 是你明白绝体时 所以你才能够在每一个起心动力上面 都知道受祭做佛 那这个受祭是在哪里明白的 是因为念念之间已然明白绝体 因为念念之间已然明白绝体 你才能够启程到如是智慧 在这个智慧上还叫做佛受机 因为你是一如是佛体之中 才能够明白每个念头当下 你都明白它是绝体 你的每一个念头当下都明白是绝体 那将来总有一天 智慧纯熟之时放眼望去就是古德 开悟之时所言的那一句话 通体是绝 哪个不佛 你最初在那个行持之时都是通体是绝 哪个不佛当下 你当然叫做供养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你就一心就供养十方三世 十方三世就在这一心 但是这个一心还是过去我们用繁琴以为的那个一心吗 你根本在愚钝之中找不到什么叫心的那个一心吗 那还是用语言文字可以亮的那种计量的一心吗 都不是啊 都不是你那些过去的种种阴生文字啊 那是明白心境的人的那个一心啊 那个一心之中不可说不可说啊 那唯有行者能知 所谓的不可说不是说种种玄妙不可说 那是根本不是言说计量之所以可以呈现 那是一个行者 真的就是过去古德讲的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